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我们想聊一聊 关于番茄在种植的过程中 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关于对土壤的一个要求 第二个呢是 关于连年的种植番茄 所产生的虫肠问题 如何的去减少或者是去避免 首先呢番茄对土质要求的是比较高的 飘雪值大概是在6到7也就是弱酸到中性的一个土质 怎么样去测定这个土质建议咱们农户呢可以去观看 我之前的视频 专门有讲到 怎么样去测定土壤的酸减度 以及呢 如何的去 调理土壤 大家知道就是连续的使用一些化肥以后啊咱们的 地表会经常性的出现一些青苔 这个很明显就是虫肠 所造成的 那么虫肠所带来的一些危害呢 首先就是根据现虫特别特别多 第二个呢就是 死苗 烂壳 整个在生育期都会发现 都会出现 针对虫肠这块 我们原来一直这个提倡的就是 最好呢在夏季 利用一个空闲的时间 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的进行一下 高温门棚 但是我们连年的种植这样的一些番茄以后 门棚的效果呢 其实是并不太 明显 只能说是有效果 那么我们常用的 就是说一些用石灰蛋 也就是氢氨化钙 来这个 预防 番茄上的一些虫肠的病害 根基线虫 同时呢 我们在 移栽的时候 建议使用一些散缩磷 或者是氢微菌素 来进行血湿 来预防一些 根基线虫 同时呢 建议咱们农户 一定要配合 去使用微生物菌剂 如果是底肥用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 在棚果之前 建议呢可以去使用微生物菌剂 去进行充湿 一般的每隔15天左右呢 用清水单独去充湿微生物菌剂 建议一亩地呢 去使用微生到两生 一直在棚果之前去充湿 基本就可以减少 那么虫肠 包括一些绿苔 包括一些死瘤烂磕 这样的一个情况 最好呢建议咱们农户啊 还是要结合闷棚 一块去用 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期我们又见面了 本期呢 我想和他们朋友们聊一聊 关于咱们番茄呀 在种植的过程中 应该注意 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虫肠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在一些 番茄的 猪产区 那么对土壤要求呢 会比较高 连续几年种植这个番茄以后 土壤虫肠 比较严重 就是说 死瘤烂磕的情况 比较多 以及呢 根基先虫呢 也是比较严重的 建议呢 咱们农户啊 就是说 在 一栽的时候啊 建议呢 采用血湿的方法 最常见的就是一些花烟病毒啊 或者是绝燕病毒啊 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 是特别多的 可以说呢 在一年 四季之内啊 都会发生 所以说呢 针对病毒病这个来讲呢 大部分情况下呢 啊 主要是由于 这个 牙虫啊 包括白粉丝啊 这些虫类所引起的 也就是除了咱们在大虫内啊 除了去张挂一些黄板呢 或者是蓝板 通过一些物理的方法呢 来进行诱刹之外 同时呢 我们在 用药上啊 一定要进行一个 杀虫 加上防治病毒的 再加上一个 增产 促使蜘蛛健壮的 三效合一 这样的来综合进行 好了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朋友们 大家好 这一期呢 我们又见面了 本期呢 我们来聊一聊啊 番茄呢 在挑选的时候 那么应该 所需要注意的 一些事项 怎么样去辨别 是有没有去经过催俗 很多的 咱们朋友们啊 就在购买番茄的时候啊 发现呢里面中空 或者是里面就没有走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到底这个番茄呢 是不是催俗的呢 所以说呢 我想给咱们朋友们呢 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首先呢 我手上拿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 小番茄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在购买番茄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果面呢 是比较均匀的 着色呢 比较均匀 不管咱们买的是粉果 还是红果 首先上色呢 是很均匀的 第二个呢 就是看果地的这个位置 就是果饼的位置 这个果饼的一个位置啊 如果说一般是催俗的呢 这一圈呢 普遍就是没有这个绿颜色啊 因为这个绿颜色正常的成熟的这边呢 果地的位置有一个绿颜色 呃 此外呢 我们就是掰开这个里面可以看看啊 掰开以后 我拿的这个呢 是一个高口感啊 是一个高口感的一个番茄啊 大家可以看看 掰开以后呢 就是说果肉啊 果汁相对比较多 果肉呢 比较饱满 另外呢 里面这个子粒啊 比较多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一个正常成熟的一个情况啊 如果说我们购买到的 呃像一般催俗的一些品种啊 里面这个子粒呢是很少的 而且果肉比较少 很容易存在一些中空啊 呃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基本上就是催俗啊 这样的比较多 不管是咱们农户啊 还是广告朋友们在购买的时候 希望对咱们朋友们有所帮助啊 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期啊 我们想聊一聊啊 关于番茄在种植的过程中 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关于对土壤的一个要求 第二个呢 是 关于连年的种植 番茄 啊 所产生的虫肠问题 如何的去减少 或者是去避免 首先呢 番茄对土质要求呢 是比较高的 PH值呢 大概是在6到7 也就是弱酸 到中性的一个土质 呃 怎么样去测定这个土质 建议咱们农户呢 可以去观看 之前的视频啊 专门有讲到 怎么样去测定土壤的算电度啊 以及呢 如何的去 调理土壤 大家知道啊 就是连续的使用一些化肥以后啊 咱们的 地表啊 会经常性的出现一些青苔 这个很明显就是虫肠啊 所造成的 那么虫肠所带来的一些危害呢 首先就是根据现虫 特别特别的多啊 呃 第二个呢 就是死苗 烂咳 整个在生育区都会发现啊 都会出现 针对虫肠那块 我们原来一直这个提倡的就是 最后呢 在夏季啊 利用一个空闲的时间啊 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的进行一下 高温门棚 但是我们连年的种植这样的一些番茄以后 门棚的效果呢 其实是并不太明显啊 只能说是有效果 那么我们常用的 就是说一些用石灰蛋啊 也就是氢氨化钙 来这个预防 番茄上的一些虫肠的冰害跟进现虫 同时呢我们在 一栽的时候 建议使用一些散缩磷或者是二维菌素 来进行血湿 来预防一些 呃跟进现虫 同时呢 建议咱们农户啊 一定要配合去使用微生物菌剂 如果是底肥用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 在棚果之前 建议呢可以去使用微生物菌剂 去进行充施 一般的每隔15天左右呢 用清水单独去充施微生物菌剂 建议一亩地呢 去使用一层到两层 一直在棚果之前去充施 基本就可以减少 那么虫肠 包括一些绿苔 包括一些死尿 烂壳这样的一个情况 最好呢建议咱们农户啊 还是要结合门袍啊 一块去用 朋友们 大家好 本期呢 我们又见面了啊 之前呢 我在做视频的时候啊 提到 不管呢 咱们是种植一些大田作物 还是一些 经济类的作物 我提到呢 咱们常用的一个增产配方 云苔素 再配合零串金甲 只要装好这个配方 连用两到三侧 咱们举个例子 拿小麦上来讲 这个增产一百多斤的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咱们这一期啊 就来聊一聊 云苔素 加零串金甲 在小麦上 到底应该是用几次 在什么时间用 比较合适呢 第一个呢 就是说在年前 在月冬期的时候 建议呢 就可以喷洒云苔素 加上零串金甲 用一次 在年前 月冬期的时候 这边的目的 主要就是为了 预防一个冻汗 提高小麦的一个 抗逆性 就是抗肝汗和抗冻汗的能力 这是第一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呢 就是年后的 就是在反清期的时候啊 咱们农户呢 可以再次的喷洒一遍 云苔素和零串金甲 在反清期这边的目的呢 主要就是为了 促使小麦 这个净杆 这个粗壮 促使小麦的二次分涅高峰 为咱们的小麦高产呢 打好一个基础 第三个时间呢 就是在灌浆的时候 在这个弓链的时候啊 再喷洒一遍 这边的目的呢 依赖为了可以防止小麦 后期的干热风 同时呢 又为了防止小麦的一个倒幅 增加小麦的子力饱满程度 增加千里种 同时呢 又为了防止小麦呢 容易早甩子力呢 饱满达不到 这样的一个程度 希望咱们农户呢 有些没有用这个配方的啊 一定要 抓住这个时间啊 去使用这个配方 对小麦增产上呢 是 很有帮助的 好了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我不会 谢谢大家